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初级 中级 高级 然后我们就是入门讲一下 最大特点呢 最大特点是本地的韩国人 本地本地本地的韩国人 然后就是发音还差不多 还差不多 所以跟我学这个韩语名 特别有用 然后第二个流利的中文解释 现在你们看了是吧 现在特别流利的中文解释是吧 可以 差不多所有的韩国的什么文化点呀 还有就是不懂的 常用的 常用就是特别容易错的 都会用中文讲 是不是特别容易懂是吧 哎不错 然后这个是 零基础的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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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是从来没学过的韩语的人 特别适合这个入门 这个入门呢 好啊 主要看这个韩语的翻译 韩语的翻译 试一下翻译 然后第二个的 我韩语的文字 文字 学完了 可以翻译时 会的 嗯 这两个是可以加在一起的 嗯 然后常用的基础口语 嗯 最常用的啊 简简单的 就是比较短一点的 常用的 对不起啊 谢谢啊 什么的 是吧 然后这个第四个的话 基础的语法 嗯 最基础的语法 就是什么 名词是吧 是 呃 最简单的语法 嗯 那我学习的方法 嗯 学习的方法是 呃 必须得 我们是那个 看不到 哦 你们我 你们是看得到我 我是看不到你们 而且听不到你们 是吧 所以我们 学习的过程当中 必须得 张开 张口说一说 大声的 嗯 越清楚 你的那个嘴型越清楚 越好 因为发音嘛 是吧 一开始的发音是 呃 还没定性的时候 就是很 呃 比较重要一点 嗯 然后就是反复看一下 看完了 然后再看 再看 就看完了 就不懂 有一定 必须肯定有 一定点的那个 不懂的地方的 所以要再看一点 就看一点 嗯 然后学过的东西 必须得要用 这个是很重要的 其实啊 你要就是故意 要 要找一下啊 要韩国人 然后就是 要不懂 就是你说你好 就可以了 你好 然后就 然后就是 不知道 下一句怎么 就是说嘛 接着说嘛 那就是走呀 没关系 下一次再 学完了再一句 然后就跟他说 哦 然后就要 再走一句 然后再学一句 然后跟他说 没关系的 就没关系的 嗯 要必须得要用 嗯 第四个 录音 自己的翻音 啊 纠正一下自己的翻音 啊 很重要这个的 因为我 你们听不到你们的声音呢 是吧 翻音我听不到的 所以你 你们必须得 你们录音一下 你们的自己的翻音 然后 找一下附近的韩国人 然后就是听一下呃 给给他们听听 你们的翻音 然后就是 纠正一下啊 这个翻音 应该这么 嗯 做错了啊 再读一下 然后怎么怎么样啊 这个过程当中 纠正一下你的你的翻音的 这个是很重要 其实 所以嗯 这个是有一点啊 就是我只能 就单方面的讲 是吧 但是你们自己 要主动的 要找一下啊 自己的 纠正一下你的翻音的一个机会 所以很重要 好 所以这个入门呢 啊 入门是有这样的一个 学习方法的 所以就是不要 嗯 一开始很重要 是吧 一开始 临时的时候啊 临时的时候 跟什么样的老师 要学习很重要 所以你们认识我了 所以特别的啊 我是很荣幸的 然后你们是特别好的机会 因为你看有没有 有没有看过就是 韩国人就是呃 用中文去说中文 特别流利的人啊 没那么多的 没那么多 我是韩国人 再说了啊 再次讲强调 我是一个第一道 土生土生的韩国人 第一道道的韩国人 然后讲这个 这么流利的一个中文 然后解释韩语 特别的好句 不要不要错过 不要错过 好 那我们讲到这儿了 我们 我们到了这真正的一个课程 见面吧 好吧 好 那再见